大家好,我是老天 下班以后也没回家 在公园里面逛了一圈 现在天都黑了 准备回去了 现在买个饭带回去 我去吃饭了 你送我去吃饭了 多少钱 请出示付快饭 到家了 有点热 洗个脸先 今天有点热了 这菜还不错啊 但是下酒菜 一个星期没喝酒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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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热 是 18块钱可以 吃不完了 等下饿了再吃吧 吃饱了就舒服了 我今天这个视频回复一下网友的问题 之前有网友问我 他说老天你是不是钱多呢 你老家有一套房子 干嘛还去镇上再租一套房子 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老家是有一套房子 但是呢 我老家的房子只有三个房间 像我们一家四口就四个人 再加上我爸妈 再加上我弟两个小孩 就八个人 三个房间是不够睡的 像之前暑假的时候 我老婆带两个小孩 不是回老家吗 房间不够睡 我妈跟我弟的儿子 都在地上打地步 睡在地上 再加上我女儿现在 不是上秋冬了吗 上秋冬以后 晚上要上晚自习的 要上到晚上九点 你像不可能每天晚上都去接她吧 夏天还好 像冬天下雨天怎么办呢 所以说还是决定在 正常租一套房子 也不贵 一年四千八百块钱 平均一个月的话 就四百块钱了 这样也方便 所以说不是我钱多 是没有办法 为了方便小孩上学 还有就是 我们回去以后 长期住在家里 我老婆跟我老妈 难免或多或少 会有矛盾的 婆媳一旦有了矛盾 这位男人家的中间真的是很难受的 我承认我也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为了省事 就花点钱在镇上租一个房子 金融解决婆媳关系 又能方便小孩上学 一举两得 我觉得这个办法挺好的 花小钱办大事 大家说对不对